全民健身 运动达人 贺新春 品尝美食 看十里莲西 万家灯火 去博物馆一起过个文化年 大年三十 江西各地辞旧迎新 乐融融 工地上 车站里 一国他乡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过除夕 不一样的年三十 稍后关注 明晚八点 省会南昌迎春烟花晚会正式上演 一江两岸餐饮住宿 预定火热 那些开心感动的瞬间 给人以温暖和力量 都市现场 新春走机层特别节目 晒晒我的朋友圈 今天推出 首先打开赣州上游富湾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朋友圈 听听他们和村民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 精彩飞移客家龙 千姿百态 贺新年 春节策划寻龙记 带您寻找江西的龙元素 除夕踏上返乡路 带上爱的味道 行囊中的美味 既是亲情 更是牵挂 产权调换安置房 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 引来拆迁户质疑 系列报道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曼甲雍散播出后 将清园区立行立改并做出回应 过年孩子收到压岁前 父母是否可以支配 民法典在身边 稍后一按说法 关注全省老旧小区改造 都市频道推出 干问我们群众办事室 幸福生活有干劲特别节目 今天走进新鱼雨水华园小区 看这里如何改出新颜值 造出新品质 除夕好 各位 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都市现场 我是庆元 在南昌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4年2月9号 周五 农历除夕 本节目由纯正好酸奶 守护纯正中国年的莫斯利安 特约播出 一起来关注今晚的新闻 这两天不知道各位注意到了没有 有个字使用的频率特别的频繁 这个字是答 写起来特别的难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是个生批字 上面一个繁体的龙 下面是两个繁体的龙 念答 龙行答答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别人都会跟你说 那么就在刚刚我们今晚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今天的内容提要当中 也说到了这个字 我们说的是全民健身运动 达人 贺新春 还有说的是各地辞旧迎新 龙行答答 过大年 这个答什么意思呢 特别难写 它的意思是龙腾飞的样子 在这个春节如果说 别人说您祝您龙行答答什么什么 就寓意您农历龙年一飞冲天 好寓意 好兆头 下面这个新闻当中 我们的标题就用到了这个答字 今天上午2024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大拜年主题活动在南昌县启动 这个春节我们江西省的体育部门要为大家准备好行事多样的全民健身大餐 江西省全民健身大拜年活动 武龙武龙武士长官员 广场上东东的震天锣鼓声响彻成壁壶 伴随着锣鼓的节奏 十条长龙在广场上翻滚穿梭 盘旋腾跃 年味十足 几具名俗特色舞龙舞师表演 赢得大家叫好 记者了解到 参加舞龙展演的队员 年龄最小的刚满13岁 我从小在奶奶家长大 从小跟着叔叔阿姨们练习舞龙 想通过这次的舞龙节目 祝大家龙年快乐 主办方现场还安排了 唐南贺狼歌 踩连船 踩茶戏 等集聚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 轮番上阵 给年味十足的现场 多了民俗气息 歌唱我们的新的生活 今年我们又丰收了 我们期盼来年 风调雨顺 国泰平安 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这么多喜闻乐见的 这样一些文体表演 让我们感觉到 这种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我们确实实感觉到 全民动起来 生活才会更精彩 记者了解到 全民健身大拜年 由国家体育总局部署 春节期间 我省将开展 220多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150多场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此外 我省370个体育场地 免费向群众开放 希望春节期间 我们的人民群众 在吃好喝好的同时 还不要忘记运动健身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过年去哪逛 博物馆是个不错的选择 咱们来看一看 江西全省各地 今天都有哪些博物馆 让游客们是流连忘返 享受了一个有文化的 年三十二 上绕市博物馆 今年春节打造了 数字化藏品 游客可以优先选择 想了解的文物和展品 这样更快速便捷了 从外地回来吗 对 然后这次回来 感觉上绕博物馆怎么样 挺好的 很多从清朝开始的文物 到我们新出京的文物 都挺多 从外地上学回来 来到了上绕市博物馆 才知道我们上绕 居然有如此多的 优秀传统文化 还有数不清的珍宝 吉州窑博物馆 为了迎接春节 特意策划了 现代吉州窑作品展 把传统的吉州窑记忆 和现代的理念结合 让参观的游客 眼前一亮 这里特别有特色 而且我们知道 这里有一个 女干为一个活动 然后就特别感兴趣 这个整个展厅 它是一个 以龙窑柴烧为作品的 一个专题展 就是主要成立的是 吉州窑这边 现代的一些 龙窑产烧的工艺 也非常欢迎大家 来到这边打卡 还有参观 在张树市博物馆 工作人员早早地 就摆放好了 喜庆的参观打卡点 不仅融入了 现在的语言元素 还融入了 当地博物馆文物元素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所以今年我们春节 是打破了预约制 实行的是 不需要预约 就可以进入到博物馆 参与我们的活动 然后趁着这次放年假 然后就带着小孩 过来参观了一下 常管布置得很喜气 很有年味 带着小孩 然后参观了一下 里面的文物 让我和小孩 更好地了解了一下 我们张树文物 以及文化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2024年 首届河美乡村新春会 这次的活动 是在南昌市的新建区 进行录制晚会 新春会上 作为热闹的要数年货大吉 这里汇集了来自 天南地北的年货 年时和年俗文化 幸福大吉上 来自全国各地上百种特色农产品 正和主舞台互动 呈现出一场新春文化盛宴 参展产品 涵盖由农户田间地头生产 到生产加工 再到餐桌成品 组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 农产品全链条最强阵容 大吉上的一系列飞移项目 更让人们感受到了 最浓厚的乡村年味 和最浓郁的民间烟火器 这个是我们吹唐人 吹出来的一条龙 希望在今年农年 农年大吉哈大家 新的一年 我希望吹唐人的东西 走向更广 希望更多的人来 指导这个传统的一个技艺 这次参展的省外企业24家 江西本土企业则有46家 包含农业品牌企业 上下游产业链优质企业 餐饮食材优秀企业等 农农年味的背后 也展现了江西推进 农业产业化 阔步向前的坚定信心 祝农民伯伯 新年快乐 祝全国农民朋友 新春快乐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接下来把目光的转向 九江 农年春风万里五物 岁月如歌四海欢 在九江市的连西区 十里连西 万家灯火 文旅街区 灯火璀璨 多彩年俗 闹龙年 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我们到现场凑热闹 灯火璀璨的夜景当中 舞龙舞师各类年俗表演 让市民感受过年的氛围 灯光美景看不完 手机也是拍个不停 完美 看起来太漂亮 流光一彩霓虹海 火树银花 不叶天 一场视觉盛宴的 飞仪打铁花 不容错过 灯中有景 景中有灯 流光一彩 美不胜收 空中俯瞰 整个街区 犹如一条金色长龙 身临齐庆 烟火味十足的街头巷尾 市民还能领略 舌尖上的飞夷文化 这打铁花的炙热 跟舞龙舞师的生动 营造出非常好的 圈杰的氛围 看到这个热闹的场景 也是非常的开心 毕竟都在家门口 然后也有一种 非常浓郁的幸福感 在夜晚里面 这种氛围 也是令人陶醉的 体现了中国优秀文化 那个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也让我非常感觉到 这种文化自豪 还有浓浓的年味气息 这种春节文化 真的是身在其中 感觉也是其乐融融 九江联系区 十里联系 万家灯火文旅街区 位于九江市联系区 十里河南路 嘎那小镇沿线 以九江文化为核心 以中国传统工灯为主体 以家文化为主线 以国朝风为主基调 汇集了九江文化 互动美尘 智能夜游 衍生文创 景观打卡等诸多元素 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 和家文化氛围的 沉浸式休闲文旅街区 无门票 无预约 是人们春节期间 理想的打卡地 五大龙 徐年味 现场舞动的龙灯 更是将新春的仪式感拉满 在这儿 我们也祝大家 龙年大吉 都市平台记者九江 免西区报道 要说起来过大年 猜灯你写春联看飞移 临近春节的时候 甘州市市城县龙岗乡 迎新春龙年看龙岗 即第二届乡村旅游文化节 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 除了飞鱼表演 还有不少的特色美食 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不但本地人分之踏来 采购年货 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 来到这里 现场的团类非常的多 也喝到了自己 心心念念的雷米茶 感受到了儿时与父母 去年货市场的乐趣 我们举办春节系列活动 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到农村 感受农村的自然风光 人文底蕴和传统春节氛围 甘州干县区田村镇 飞移小镇内也十分热闹 五龙灯 剪纸 云灯 等特色飞移活动展演 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就是大家一年到头 在外面务工 回来的话聚在一起 大家乐得闹闹很开心 过一个好年 瞧 这可不是普通的灯笼 它叫田村花灯 即剪纸 纸雕 彩绘 甜绣 集粉 染片 硬化 等众多民间艺术与一体 造型奇特 制作细腻 装饰精巧 堪称江南一绝 挂上花灯也就意味着 接上了好运 一百多年 中国梦啊 就是最新鲜的 今年大家都幸福啊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要说的这两天 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忙 忙家里家外 而且还忙着导致自己 这不过春节了吗 春节之前 做个头发 做个美甲 都得漂漂亮亮的 好好的打扮打扮自己 接下来 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我们去看一看 南昌市的一些美发店 和美甲店里 到底有多忙 这两天 记者走访了 南昌市多家美发店 店里几乎都坐满了顾客 男士 女士都有 当然 半量大军礼 还是以年轻女性为主 一直想懒 其实从来没有懒过第一次 想得过年懒一下头发 期待肯定是变漂亮 新年新七项嘛 汤染 汤染 为什么选择过年前的 挨得这么紧的时间来啊 像那个店长说的 美美的过年了 搞漂亮点 是吧 见见亲朋好友了 你等了多久 等几小时啊 等了六七个小时吧 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为了美美的过年 就也值得 何女士想赶在新年前染发 一直拿不定主意 她把儿子带来 帮自己拿主意 选颜色是谁染发 要选颜色是吧 我呀 这像是哪个颜色 新年新气象嘛 对不对 然后让孩子来帮你选 对啊 她选了一个什么颜色 你给妈妈选了一个什么颜色 我还在找 还在咱们决定 觉得哪个颜色 现在目前还可以 这个 这个 我妈妈说要稍微暗一点的 那你就给妈妈挑了 儿子挑的颜色满意吗 还可以 还可以 准备做 对 我就是希望我妈妈过年更好看 人气更高 更漂亮 顾客络绎不绝 美发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商家说 眼下的接待量 基本是平时的两到三倍 因为现在过年都是 想要漂亮的嘛 所以都会去选择做一些发型 是吧 就差不多这样 因为现在一直都很忙 因为都想把笼子 打扮得漂漂亮亮了嘛 都是这样去过年吧 平时是几点的办法呢 我们正常是十点钟下班 对 现在呢 现在基本上十二点一点嘛 生意红火的不仅是美发店 这些天 南昌市大大小小的美甲店 生意也跑火 过年三件套嘛 对不对 三件套是哪三件套 美甲美睫还有染发嘛 那你现在完成了几件 我现在完成了两件 对 这正在进行中的第二件 就是美甲嘛 仪式感嘛 生活还是要有点仪式感 虽说客流量太大 做美甲的价格 也比平时小贵了一些 涨了二十到三十块 但是为了让自己更漂亮 顾客表示没问题 平时贵了个二三十块钱 可以接受啊 也不容易啊 因为你看过年 大家都要做 其实都很辛苦 一单接一单的 其实很忙的 有时候他们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提醒大家 眼下 美发美甲店生意都挺忙 大家出门要趁早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生活需要一时感 漂漂亮亮 过大年 这还有不到六个小时 我们将会迎来2024年的贾臣龙年 当然了 现在呢 还是农历兔年 到了今晚的十二点之后 到了龙年 那才到大年初一 这大年初一 到了龙年 有哪些龙宝宝有可能会降生呢 此时此刻 产房里待产的准妈妈们 又是如何和他们的家人 一起来度过他们的年三十 现在直播连线 我们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莉莉 来看看莉莉 此时此刻正在哪儿 她又看到和感受到了什么 你好莉莉 有请 好嘞 亲人好 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 大家新年好 今天那是年三十 我估计很多人都已经上桌 吃上年月饭了 还有不少人呢 在奔波回家的途中 那今天下午呢 我们就来到了江西省富有保健院的 九龙湖院区的一体化产房 那么在今天下午呢 看到不少的这个 生完了龙宝宝的宝妈 还有很多代产的这个孕妈妈们 那其实呢 我们今天晚上就过来看一下 这里面就有一位是在今天下午呢 刚刚出生的龙宝宝 在咱们这个总助产室的带领下 一起过来看一下好不好 嗯 来你好 宝爸你好啊 好 在弄奶粉 在弄奶粉是吧 对对对对 宝宝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刚睡醒可能要喝一点奶 来过来看一下 宝妈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来哇这位是我们今天好像诞生的小龙女是吗 来问一下妈妈好不好 宝宝生下来有多大 六斤三两 嗯 是本来咱们预产期的日子就是今天吗 我们预产期本来是那个六月十七二月十七号 然后是提前了 提前了 对 那没有想到其实还是挺惊喜的是吗 是的 我们就是说他想提前来跟我们一起吃团圆饭呢 嗯 就是小蚕猫啊 是的 好那现在就是宝宝他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取好 我们那个宝宝的名字叫陈淑和 然后那个是女子旁一个猪圆章的猪 然后那个小和苗的和 那个除夕这一天出生的宝宝哈 有没有就是特别的祝福要给到他 嗯 我们就希望宝宝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的成长 我们给他起小名叫安安 嗯 然后也就希望他以后能万事顺遂平平安安就行了 好累好累 行 谢谢哈 好的 嗯 好的 其实是这样的啊 其实有些说法呢 按照这个传统的立法的话呢 又说是立春以后就叫龙宝宝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今天晚上 其实如果说真正迎来大年初一的龙宝宝的话 可能还得等到零点以后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其实在今天下午的直播当中 已经给大家就是啊 去感受了一下几位待产的 还有一位是极可能在零点过后 即将迎来的大年初一的龙宝宝 对吧 其实我们都说到啊 这个欢欢喜喜过大年 高高兴兴生孩子 今天住在这儿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双喜临门 在今天下午的直播当中 还看到有一户人家是这个四式同堂 在吃年夜饭的啊 今天在我们下午的直播当中呢 都给大家呈现 其实呢 说到大年三十生宝宝还离不开 就是在港在职守护的 他们就是医护人员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也是没有办法 回去这个吃团圆饭了 是吗 是的 是的 你看我的同事们都一直坚守在这个 我们的岗位上 要共同和咱们的孕产妇 还有咱们的孩子们的新少儿们 还有其他人的家人们在一起 是的 其实他们呢已经习惯了在春节 就是驻守我们的岗位 其实他们在频繁的岗位上忙碌着 坚守着 把我们的孩子呢 更多的就推向咱们人生的新航程 好的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也让我们向医护人员致敬 好的清源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感谢我的同事丽丽 从前方发回的卫星直播连线 分享了大家的幸福 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够 才望 丁望 幸福望 接着往才说 龙腾福岳 欣欣向龙 你看我一说到这儿 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都知道了 接下来要说到的是送大奖的活动了 今天是大年三十 屏幕前的您和家人一起是围锣而坐 正在是过大年 此刻团聚温馨的时刻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真情大礼 从今天的大年三十开始 连续九天 每天晚上直播的节目当中 我们都将会抽取 两位幸运的小龙人 这不龙年了吗 我们叫小龙人 送上由中国电信江西公司 独家定制的真情二十 大屏智能手机一台 如果说屏幕前的您 还没有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立刻打开微信 搜索都市现场 或者说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左下角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都市现场微信公众号 点击首页下方 有一个送福菜单 或者说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页面的对话框输入 送福两个汉字进行发送 进入到我们的活动页面 那么接下来您有什么样的龙年祭语 龙年祝福 想要说的话 都可以在我们的送福专栏进行许愿 进行祈愿 最后填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和地址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了 从今天开始连续九天 每天晚上在都市现场直播的节目当中 在每天的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来开启大奖的抽取 今晚的大奖将会花落谁家 稍后七点二十五分 我们来揭晓 稍后您将看到 精彩飞移客家龙 千姿百态 贺新年 春节策划寻龙记 带您寻找江西的龙元素 本节目由纯正好酸奶 守护纯正中国年的莫斯利安 特约播出 陪你换新家的样子 陪你欢笑相聚 陪你宠他 陪你打拼 陪你拉近爱的距离 农业银行精髓信用卡 龙腾盛世引新春 福星高涨 吉祥年 团聚时刻 叫吃黄上皇 皇上皇集团 恭祝全国人民龙年大吉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健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症 舒筋健腰丸 砖药专治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 舒筋健腰丸的 专制药专治 强筋骨 痴疼痛 舒筋健腰丸 对症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记事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农业万家 多才多宝 加多宝给江西人民扮演了 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保运营门 多才多宝 招财敬宝和加多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血八味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血 胸闷气短 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认准猛棋牌 让我看看 是谁还没有关注 都市现场公众号 关注都市现场公众号 送个祝福 顺便 中个手机 大年三十到大年初八 都市现场公众号 贺罪福利 送祝福 迎手机 每天两步 幸运接龙 龙年就该这样过 2024龙腾浮月 欣欣向龙 接着说新闻 向我们来说一说 龙年寻龙 今天跟着镜头 我们走进赶州 赶南客家的龙文化 和中原一脉相承 五龙灯华龙洲 龙的元素无处不在 此就迎新之际 客家纸雕 木雕 瓷画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民间艺术家们 也都拿出了 以龙为主题的作品 恭贺新春 在赶州玉姑台 历史文化街区的 九华阁街巷里 客家纸雕代表性传承人 张寿江 正在给游客们介绍 他刚完成的作品 双龙飞天 那么宣众把它拉开以后 就形成一个 这样子宣众的 龙的飞 龙的那个向天 飞上的一个姿态 就是这样子宣众 是不是 一把客纸刀 一张白描图 在张寿江的 精雕细琢下 两条盘旋飞升的 金龙 跃然而出 再配上鲜艳的 红丝带 过年把它挂在 门头上 既喜庆吉祥 又极具观赏性 这就是它那个旋转 往上就感觉是 一飞冲天的那种感觉 咱就借着张老师 这个双龙 然后在龙年里面 能够顺顺利利的 然后顺风顺水 然后万事顺遂吧 客家根雕传承人 傅仙斌 在创作前构思了很久 这次的龙年作品 也更加别具一格 在傅仙斌看来 天下万物皆有灵性 在他的客刀下 每一块普普通通的木头 仿佛都活了过来 而在客家瓷画 代表性传承人 蒋洪亮的眼中 龙不仅是 炎黄子孙的精神图腾 更具有当今时代的 象征意义 在他的瓷画作品中 神采奕奕的金龙 迎着红日踏浪而行 顾盼之间亡气毕露 整幅作品充满着 蓬勃的朝气 和向上的力量 因为我提到几个字 叫人腾盛世 就是在我们现在 当今这个社会 我认为 这个人民的生活指数 特别高 幸福指数特别高 也是一个非常 这个平安吉祥的 一个盛世 这个新的这个 现在这个世纪 就是到了我们 这种真化民族 同飞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世纪了 无论是 喜庆吉祥为五霸气 或是俏皮灵动 虽然创作风格 大不一样 但这些精美的作品 都凝结着 民间艺术家们的 巧妙构思和精湛技艺 既包含着 他们对人生的思考 也寄托着 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我们在刻这个龙的时候 我们刻了有68个鳞片 那么六和八都是我们 中国传统的一个吉祥数据 也借助这个六和八 六六大顺 龙年吉祥 飞龙在天 龙马精神 我希望我 钓着这样一条龙 就是说一条 灰鞋幽默 略的灰鞋幽默的龙 可以带给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开心 以豁达乐观的精神 面对新的一年 憑我今天绘画了 这幅作品 来祝愿大家 在新的一年 鲁人同飞 是有有存 鲁人舞蹬 身体健康 鲁人升天 家庭幸福 祝大家能年大吉 多视频道记者 赶州报道 郭大年 还得说一说春联 这已经是出席夜了 您家的春联 都贴好了吗 在这儿 再问问您 您家贴的春联 是自个儿写的 还是买的现成的 您知道吗 咱们江西 有个乡村 据说 这个村子里 人人都会写毛笔字 还人人都得写的 一首好毛笔字 今天 跟随着 与江西的一百次相遇 我们去认识认识 这个村 看看 它叫什么名 上至白发老人 下至天真孩童 据说这个乡村 人人都会写毛笔字 一望四围山 溢水绕村过 这个风水宝地的 title有很多 但是要说这里 人人都会写书法 我还是不信的 你好 你好 你会写毛笔字吗 我会一点点 我就写个家和万事兴了 你会书法吗 我会一点点 我们双井绿茶呢 在宋代的时候 就被称为草茶第一 那我就写个茶子吧 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会写毛笔字吗 毛笔字 这么小的小孩都会写的 在双井村呢 我就写个 师傅传家吧 师傅传家 小朋友们 谁会写毛笔字啊 我会 快过年了 我就写个福字吧 听说村口现在有写 百夫迎春的活动 我得去凑个热闹 这里还可以定制对联 我可以写一副吗 给我 可以可以 好 那我选个这个七字的 好不好 好的 这个比较好 华夏龙腾金谷状 新春马月玉科名 刚好我数马了 龙腾马月是不是 好 我也来晒一下我的春联咯 怎么还有拿土鸡蛋 当这个阵着的 土鸡蛋压春联 我也可以 怎么样 是不是很喜庆 单轻比末季风流 华流才是最顶流 为我们江西双景村 连赞 祝大家龙年大吉 百福灵门 我们龙年来说龙 假成龙年道 中国龙的英文翻译 引发了关注 冲上热搜 很多的网友晒出了这个龙年活动的照片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 这个中国龙的龙的英文 不再翻译为Dragon 而就是L-O-O-N-G 龙 中国龙被翻译成英文时 此前用的是Dragon 而细心的网友却发现 如今的翻译成了Long 不幸 看看这些网友的抓拍 对此网友们表示 支持并且强烈建议 这个翻译才合适 毕竟在国外 尤其是西方国家 他们传统意义上的龙Dragon 是一身反骨 有着恶魔的特质 与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 中国龙完全不同 那么当初为何要把中国龙 翻译成Dragon呢 19世纪初 英国传教士马什曼 在自己的著作里 提到了中国的龙 当时他是著音 用了就是Long L-O-O-N-G 那么西方的Dragon 和中国的龙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含义呢 几位对中国文化 比较了解的西方学者 给出的答案非常一致 几位对中国文化 比较了解的西方学者 给出的答案非常一致 因为文化差异 两者的配置 其实完全不同 中国龙浑身高配 而西方龙则形象负面 难怪如今国人 对于Long的翻译 高度接受 快去找找你身边的龙 看看下面的英文翻译 到底是啥 都市频道记者整理报道 龙腾虎乐 万象更新 我仅代表南昌大学 第二附属院 祝大家在新的眼里 身体健康 和家幸福 龙腾四海 龙年大吉 美国香小炸菜子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龙云 什么 你还不知道 别着急 跟我来 倒数三个数 三 中航信用卡 吃卡人 通过陆陆行APP 选择微信代扣 将微信代扣 设置为第一顺位 同时关闭智能支付 二 微信的支付设置中 点击缅密支付 开通南庄地铁 缅密支付 扣费方式 选择中国银行信用卡 一 使用陆陆行APP 扫码进出 每人每夜 最高可享受 二十次优惠 单别行程 封顶减一块九毛九 一分钱坐南庄地铁 你也可以哦 学中餐 就来新东方 学西点 就来新东方 学厨师 就来新东方 两期新东方 科学学院 零期请标 8844-1119 加多宝 公祝龙年 招财敬宝 走亲房友 宋加多宝 亲朋欢聚 和加多宝 过新年 加多宝 招财敬宝 和加多宝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 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合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 砖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 砖注 药材 砖选 工艺 砖精 成就了 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 砖制 强筋骨 七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科学研究发现 0到4摄氏度 低温条件下的冷鲜肉 微生物被有效抑制 肉质鲜嫩 香味十足 太好吃了 为了家人健康 我推荐大家 使用双绘冷鲜肉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经常头晕 头痛 要清洗 经常胸闷气短 要清洗 用清洗八卫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卫片 二百七十余年 清洗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洗八卫片 助您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洗 胸闷气短 要清洗 清洗八卫片 认准猛棋牌 中国人民保险 为新年加点新意 人民保险 服务人民 中国人民保险 南昌晴二到十五度 九江晴一到十七度 一春晴一到十六度 平香晴一到十七度 新鱼晴二到十五度 福州晴零到十六度 英坛多云二到十五度 景德镇晴一到十五度 上饶悟转晴一到十五度 吉安晴一到十六度 干州多云二到十六度 南昌晴二到十五度 经常头晕头痛 要清洗 经常胸闷气短 要清洗 用清洗八卫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卫片 二百七十余年清洗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洗八卫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洗 胸闷气短 要清洗 清洗八卫片 认准猛棋牌 陪你换新家的样子 陪你欢笑相聚 陪你宠他 陪你打拼 陪你拉近爱的距离 农业银行精髓信用卡 上课了 我的桌子 我的口香 祖宗们别学了 这新出甜品全部送给你们 莫斯利安 纯正好酸奶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专治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专治 强筋骨 七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知年俗 享年俱 品年味 江都堡陪你一起 在江西 寻觅传统中国年 不孝安堂 保护英文 龙月万家 莫财富宝 招财敬宝和加多宝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 学西点就来新东方 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两系新东方 科学学院 零起请标 8844 1119 龙同盛世新江营 喜迎春来 新服务 江西银行 给全首人民范延 祝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稍后您将看到 工地上 车站里 异国他乡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 获除夕 不一样的年三十 稍后关注 新闻 新闻接着往下说 欢迎回来 正在直播的是 2024年2月9号周五 农历除夕的都市现场 大年三十了 此时此刻呢 各位 估计和家人在一起团圆 正准备吃年夜饭吧 但是现在 也有仍然马不停蹄 在赶回家路上的朋友 此时此刻 我们的同事 卢役 正在南长西站 接下来通过卢役的镜头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年三十 除夕夜的火车站 什么样 你好 卢役 有请介绍 好的 庆园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大年三十 大年夜 首先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 那此刻呢 我就是来到了 我们南昌西站的 货车大厅 现在呢 看到我身后的情况 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此时此刻 目前南昌西站的 一个客流情况 其实从今天下午呢 我们就已经是来到了 我们的南昌西站 那也是看着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 越来越多的人呢 是踏上了返乡的路途 所以可以看到呢 随着现在这个 大年夜的时间 越来越近呢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乘车的这个旅客朋友呢 是越来越少了 那具体今天的一个 发送情况呢 车站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就请 我们这边的车站值班员 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您好 郭老师 你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想问一下郭老师 今天我们的这个车站 的一个发送情况 能介绍一下吗 可以 那么今天我们南昌西站呢 开行旅客列车是360列 那么预计发送 旅客是6.4万 6.4万人 那其实今天 我们应该也是 加开了不少列车 来帮助大家的 这个回返乡路 对不对 对对对 今天的话 我们的林克开行 主要集中在 0点到6点 我们是开行 林克55趟 林克55趟 基本上是 全部集中在了凌晨 也就是差不多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比较早的一个时间段 大家应该是在 集中赶路 想要赶在这个春节 当天回到自己的家里 跟家人们团聚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此刻的话 目前我们的这个车站 就赶路人已经不多了 目前的话 有的比较多的方向是哪里 就是目前还在 乘车辆比较大的方向是哪里 目前我们乘车辆 比较大的几个方向 主要是南昌市 像周边的几个城市的 旅客会比较多一点 像我们这个南昌市 往这个福州南风 以及赣州 九江景泽镇 新鱼平江 宇春周边几个城市的 这个客流量会稍微多一点 那么长途旅客已经不多了 是 长途旅客不多了 就是省内的可能还有一些 现在目前呢 也正在慢慢的 都要准备回去了 那其实过了今天之后啊 就是后面的这个客流量 应该逐渐又会减少 直到这个返程的高峰来临 想问一下明天 我们这边的一个发送情况 有数据吗 已经有了 明天的话 我们预计客发是3.2万 总体来讲 比今天要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 基本都到家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火车站主要迎来的 就是一个返程的高峰 有没有提前可以给大家说的 这个注意事想 提醒一下我们 接下来后面要返程的旅客朋友们 那么我们这个 明天以后 我们会逐渐迎来 这个返程的高峰 那么在返程的过程中呢 还是要提醒各位旅客 旅客朋友们来车站坐 第一个要提早出门 因为现在返程以后呢 这个客流量比较大 票也比较紧张 要预留这个足够的上车时间 如果一旦路上发生了堵车 或者其他情况的话 到时候这个车票 再去改签或者是 退票的话 就会比较麻烦 对对 票比较紧张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这个带小朋友的旅客呢 在旅行途中呢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小孩 特别是到了我们站台上以后啊 不能随便奔跑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 自身的人士安全 对对对 就这样子 这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那另外呢 其实今天我们再来 这个南昌西站的路上 包括我们从这个 南昌市交管局也是了解到呢 目前可以说 南昌城区的整个的 交通通行状况 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呢 这个南昌城区的这个进出 各大的这个出口 或者是进口呢 目前的整个也是非常的通畅 所以呢 也是提醒如果现在依然是在这个回家路上的朋友们 也不用着急 那么祝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安全的到家 和你们的家人们团聚 好的主持人 我这边介绍的情况呢 就是这些 好嘞 感谢卢毅 从南昌西站发挥的卫星直播连线 要说起来 今天还真的是迎来了客流高峰 武警江西总队 加强对于火车站 机场等重要交通枢纽的执勤部署 全力维护春运秩序 守护旅客们的安全出行 年三十 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武警江西总队 某支队巡逻官兵 正对出发口 到达口 安检通道等区域 进行联请武装巡逻和定点警戒 春节期间 昌北国际机场迎来了客流量高峰 每天客流量卡达到3.8万人次 为了保证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我们针对重要出路口 人员密集区 加强定点警戒 开展与公安的联请巡逻 在监控室内通过监控 实时感知 社会面动态 为人民群众出行 保驾护航 在南昌西站和火车站 武警江西总队某支队巡逻官兵 结合旅客出行特点 加强对检票口 后车区等人员密集区的巡逻力度 守好区域安全的同时 还为出行旅客排邀解难 官兵真的特别热情 帮我们拿东西 我们心里感觉到也挺不是滋味的 因为大过年的 我们都像儿女那么大的 回不去过年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说一说春节里的思念 春节大多数的朋友都会和家人团圆 但总有那么一些人 为了工作为了其他的事情 没有和家人在一起 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医护工作者 此时他正在突尼斯西迪大区人民医院 进行原非医疗 无法和家人团圆 他就是中国江西第28批 原突尼斯医疗队西迪分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影像科副主任王敏 我国是第一个 向非洲提供医疗援助的国家 今年是我国原外医疗队 派遣60周年 也是江西省原外医疗队派遣50周年 今天在9600公里外的突尼斯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影像科副主任王敏 正通过手机 向家人送来满满的思念 与新春的祝福 嗨 你现在那边是上午 上午啊 我们这边现在 我们现在这一次下午了 我在准备这个年夜饭了 是啊 我看着你穿那个围裙呢 对啊 你看今年我们也在了 对 那就是要靠你了 今天准备露些什么年夜饭呢 哎呦我们准备了十个菜 我们准备了十个菜 十全十美 吴选娜告诉记者 家里要算王敏的厨艺最好 所以每逢节假日 或者是要烧大菜了 家里人都会等着王敏掌勺 今年王敏不在家 主厨的大勺就由自己接了过来 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道 就是我们年夜饭必备的菜 这个就是王敏最喜欢的一道 叫梨花炒腊肉 虽然今年它不在家 但是呢我们也按照习惯 准备了这道菜 待会呢就准备馋馋它 那个我现在在烧羊排 然后那个准备了你最爱的 那个梨花炒腊肉 今天弄那个羊肉的时候 记得啊 不要放太多的一些 五香八角吃的东西 那你那边呢 我们今天还是要上班的 但是我们也是跟国内一样吧 也会我们中午 会吃一个牛夜饭 因为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 这个晚餐的时间吧 我们这边这个到时候 也准备了很多的一些菜啊 什么牛肉啊 驴肉啊 包括蟹啊 花甲啊 还有一些这个鹅啊 这个等等 还有一些蔬菜 也准备得比较丰富 当然还有饺子 因为过年嘛 图尼斯西迪大区的外国人特别少 王敏及医疗队 在当地感受到了满满的友善和尊重 图尼斯人在路上 只要碰到了中国医生 都会用不标准的中文 你好与大家打招呼 过年不能回家 王敏虽然有些遗憾 但对于自己的工作 还是十分自豪 那么我们作为医生的话呢 过来的话呢 就是说 做一些正常的一些医疗工作 包括我们还会开展一些 这个当地没有做过的手术 比如上次我们眼科的一位主任呢 就开展了一个邪式的一个矫正术 这个在他们西里人民医院呢 好像是第一台 就是说原来他们也没有人做过 那么他当地有很多这种邪式的病人呢 他现在就有这种希望了 在国外要注意安全 然后多休息哦 那个因为那边影像就是 你跟小吴两个人在 两个人在倒班嘛 自己还是平常要注意休息 保重身体 你在外面试 我们很担心你 一天要注意自己安全 在医疗这方面 也一天不要出差错 他爸就挥挥手就好了 注意安全 行行行行 很快的 一年很快的 新年快乐 是啊 新年快乐 无论身处何方 华人都要过一个中国新年 国新年的时候呢 第一波仪式感呢 就是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了 从今天下午的五六点钟开始的时候呢 各位的手机上看到了吗 朋友圈新媒体的社交上 照片都看到了 都在纷纷晒出自家 今天晚上除夕的年夜饭 真是各式各样的菜肴都有 您家的年夜饭准备好了吗 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的直播间 通过卫星直播连线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顿年夜饭 这顿年夜饭吃的都有啥 直播连线前方的同事 有请袁凯做个介绍 你好 有请 你好 庆元 屏幕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给大家提前拜个早年了 祝大家在龙年当中 能够遇到一切开心的事情 笑得何不龙嘴 然后呢幸福美满一条龙 现在我是在南昌北京东路 和京东大道相接的一条 这个餐厅里面 在这个饭馆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年夜饭特别的火爆 所以说大家其实在年夜饭 其实不仅是可以在家里面 自己做享受这个 自己动手的仪式感 也可以在这边一家人团聚 享受餐饮服务业带来的便捷 今天在这边我看到 从四点半开始 就大家一直非常的忙碌 因为这边是做了两轮的宴请 四点半到六点半一轮 然后现在呢六点半以后 又再次翻了一遍台 所以说生意特别的火爆 在这个时候呢 看到桌上的菜肴也是非常的丰盛 在这里啊 我也和在这边用餐的所有的朋友们 刚刚做了一个沟通 我们这边所有的现场的朋友 也有祝福 想要送给屏幕前的观众朋友 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听大家 一起向我们屏幕前的朋友 送出一个新年祝福好不好 大家一起喊一个口号 三二一 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在这边呢 我们一起在南昌 向屏幕前的您送出新年祝福 再新的一年 祝大家能够龙年行大运 此时此刻呢 在这边也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够成为您一道下饭的电子榨菜 在这边我觉得通过我们的屏幕啊 通过信号的一个交流 也是屏幕前与您的一次相遇和团聚了 希望新的一年呢 我们都市频道 以及我们的电视节目 能够继续地陪伴着您 我们一起相互地守护和成长 那这边呢 直播连线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南方发舞的微信直播连线 再见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年夜饭的话题 接下来通过京东 我们走进的是 南昌市东湖区杨子州的沙岭村 我们来看一看 岳飞后人家族的 除夕年夜饭桌上 都有些什么样的菜 沙岭村月氏家族的迎新年会 从半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 整个家族的聚会 不亚于一场小型的晚会 还要通过网络现场直播呢 今天一大早 家族里做了22年厨师的 岳国梁师傅 担起了今晚20桌的掌勺大任 一大早就支起了两口大锅 那今晚他准备做什么好菜呢 今天做的是东坡肉 我们一块肉一般都做两到三斤 为什么要放这个稻草 放这个稻草 这个稻草这个味道就很好吃 有这个稻香味 对对对 那我们这里也有锅仔羊肉 还有红烧肉 红烧肉 也有红烧牛角 大树油吧 大树油也有 叫全家糊 全家糊 一桌16道菜 光是东坡肉这一道菜 就要花上两个小时 所以呢 这来帮厨的大家伙 也是一早就赶来了 我今天大概7点不到就到这里了 特别开心嘛 年夜饭本来就是讲的一个团结嘛 是吧 团圆 对团圆 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家族的团圆饭 就是年纪力特别好 好吃的咋呀 猪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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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哪道菜最说 东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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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肉是吗 东坡肉 口感怎么样 鱼儿不腻 鱼不辣鱼胸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刚刚那个扇子骨 扇子骨 我喜欢吃香辣味的 这个月大厨做得很好吃 对对对 好嘞 他的厨艺非常好的 我是月飞的第三三代孙 闲之辈 就是我们突然想到就是 整个家族一起来一起来 在大年除夕这天 一起坐在一起吃个团圆饭 我们现在举锅 欢等 喜迎龙年 说今年我们接着继续 月氏家族的年夜饭上 不仅吃的香 还有多彩的才艺表演 这不 要朗诵有朗诵 要歌曲有歌曲 还有穿汉服的小妹妹 古征献艺 满江红 更是每年的必备项目 村民们说 除了自己年夜饭吃的香 玩的嗨 还得送个祝福给大家 月氏家族 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那一 耶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 学西点就来新东方 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两期新东方科学学院 零七警邀 8844 作为南昌市洪谷滩区 第一所省级示范幼儿园 广电滨江幼儿园 始终坚持 有温度的教育理念 让爱与成长并肩前行 遇见广电滨江 遇见幸福童年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即使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好年景 遇见江南雪国 享年雀 体验干派年俗 常年味 感受人间烟火 宽宽洗洗过大年 乐游江西 迎新春 如画江西 风景独好 知年俗 享年聚 品年味 江都宝陪你一起 在江西 寻觅传统中国年 不孝安好 保命一本 楼月万家 招财净宝 招财净宝 和加多宝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经常头晕 头痛 要清洗 经常胸闷气短 要清洗 用清洗八卫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卫片 二百七十余年 清洗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洗八卫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洗 胸闷气短 要清洗 清洗八卫片 认准猛棋牌 稍后您将看到 产权调换安置房 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 引来拆迁户质疑 系列报道 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他们家 拥散播出后 将清源区 例行例改 并做出回应 再来观众我们今天的 居焦 泛管服改革 曝光 帕曼 贾用伞 系列报道 今天我们来回访一起 新闻事件 2月3号晚上 播出的节目当中 我们说到了 吉安市清源区的一个安置房居民小区的业主 在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网络问证平台干问上进行了反应 说去年10月收房的时候 大家伙对一笔5600块钱的基础设施配套费有疑问 居民觉得这笔钱和相关的文件的规定不一致 为此他们多次向政府部门进行了反应 但是情况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上次节目播录之后 吉安市清源区相关的部门对于节目当中反应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今天来关注我们的回访 吉安市清源区副区长张早来告诉记者 3号晚上都市频道的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曼甲雍伞节目播出后 区政府当即组织建设部门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 经他了解梅林家院小区安置户交的5600元基础设施配套费 是可以收取的有政策依据 节目播出以后我们针对极少数群众对这个政策不理解 我们就再次组织党员干部上门入户做好政策解释工作 吉安市清源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欧阳迎中告诉记者 2017年吉安市政府印发中心城区规划区内 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 第四条规定 吉州区和清源区政府负责所辖区域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清源区政府据此有权制定相关征收与补偿文件 我们在事前经过了意见征求按照这个征收的程序有一个月的意见征求期限 在一个月的征求期里面也没有当时也没有收到群众的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区委区政府依据我们前期收集的这个意见正式批复了之后 所以方案里面就体现了刚刚说的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费 在此前的节目中有业主提出 吉安市彭户区改造办公室2019年8月发布了关于调整彭改货币化安置政策的通知 其中第四条著名 安置房建设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那么清源区制定的相关政策是不是与吉安市彭改办的政策相冲突呢 欧阳营中认为他们收取的基础设施配套费 与彭改办著名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不是一回事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指安置小区以外的比如道路啊等等的 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费 然后我们现在方案我们方案这个体现的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费 是指安置小区以内的费用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它是针对的是开发企业是主体 然后它的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收费单位不同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它的收费单位是按平方计取 我们这一次全中误解的 我们是按套计取是按小区每套收取的 记者也向吉安市彭改办进行咨询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下发的文件针对的主体是开发商 既然可以收取这笔费用 为何2021年以后的清源区安置房项目又没有收取呢 欧阳营中表示 江西省发改委2021年2月24号下发了 关于清理取消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 第六条明确规定 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拆迁安置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 以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 不得另外向满售人收取 这是我们江西省范围内的行政机关 首次提出这么一个规范性的文件 那么他提供了这个文件之后 那么我们肯定有文件预计之后 我们肯定就要调整这些相应的一些政策 欧阳营中表示 下一步他们会上门向安置户做好解释工作 针对群众部分群众不理解 我们这个下一步也会再次组织相关的党员干部 再次针对这些部分不理解的群众进行政策解读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那些开心感动的瞬间给人以温暖和力量 都市现场新春走机层特别节目 晒晒我的朋友圈今天推出 首先打开赶州上游富湾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朋友圈 听听他们和村民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夕踏上返乡路带上爱的味道 行囊中的美味既是亲情更是牵挂 过年孩子收到压岁前 父母是否可以支配 民法典在身边稍后一按说法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 学西点就来新东方 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两系新东方科学学院 零七警邀8844-1119 中文字幕令人都通过 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从 hep之间的房子里揣 巧厨师就来自家打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输金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成就了输金剑腰丸的专要专制 强筋骨 欺疼痛 输金剑腰丸对症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记事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 也许就会心存交心 一次也可能血本乌龟 莫被利益充昏头脑 克服贪欲 切勿侥幸 龙月万家 多才多宝 加多宝给江西人民拜年了 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保运营门 多才多宝 江西广电大福之都幼儿园始终秉持 原本 生态 自然 野趣的教育定位 以人为本 善待儿童 见证每个孩子截然不同的个性养成 龙是祥瑞神兽 至中华图腾 中国年 遇上中国龙 会有什么名要 龙重征场 吃我一套 降龙十八掌 好运接龙 所有快乐 向你靠龙 新的一年 你的每一天都 被爱龙骄傲 望此成龙一年 每个爸妈都可不龙嘴 向你心龙 升职加薪 一条龙 龙马精神 健康平安 一条龙 所有祝福 有龙 泽灵 二大爷 龙重业 心心向龙 欢迎各位持续关注农历兔年 最后一期的除夕夜的都市检查 回望二年二三 各位都有着很多难忘的时刻 记录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那些开心感动的瞬间 尤其是给人以温暖的力量 今天我们通过镜头 带您一起走进 赣州市上游县的安和乡 看看富湾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的队员 和村之书的朋友圈 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临近春节 在上游县安和乡富湾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小伙子们 正在逐户走访村里的脱贫户 说起谢大妈 工作队队长叶远飞印象深刻 他去年刚来住村时 就在油茶山上遇见了谢大妈 并将她拍进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这条视频发布并没有引起太多朋友关注 对叶远飞来说却意义非凡 叶远飞出来富湾村 人生地不熟 乡村振兴工作该怎么开展 她一筹莫展 直到她看见了满脸沟壑 却笑容灿烂的谢大妈 看到这个村民这种灿烂的笑容 看到他们这个发展产业的这种信心 这个深深地感染了我 让我有更加强烈的愿望 扎下心来 承下生子来 去了解他们 去关注他们 去帮助他们 我跟他们分了 后来就帮我这样 没有的东西 应该也把他们提示给钱 这些人来说有关系 有个机会啊 还有个人这次有钱 给他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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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说现在有钱人 那些就好 村支部书记康宽君 去年开始了 他的第一次直播带货 将村里的精品瓜果 在线上推广 直播前 他在朋友圈 发了一条预告视频 一条简单的预告视频 康宽君录了十多遍才算过关 一场直播下来 康宽君让更多人 知道了富湾村的农产品 粉丝也涨到了2000多 从2017年担任村支部书记以来 康宽君亲历了扶贫攻坚的艰辛 而他的朋友圈 也记录着这些年 他挑战自我的每一个坚实脚印 在落个年以后 我们再回头来看 这一路走来啊 都是我们通过努力 通过业 庄严 通过解决问题 展现出来的美好乡村 2023年 富湾村的大棚蔬菜基地 生态大米种植基地 骑城油茶等产业蓬勃发展 村里的基础设施大为改善 村民们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 对2024年 工作队的小伙子们 都有小目标 我希望我的脱贫联系户 收入越来越高 特别是郭阿姨 我能帮她申请到 一套长技能辅助器具 行动更加的方便 我要让我们村木耳 在市场上一炮而红 大销热卖 2024年 我希望我们把直播带货做起来 让我们精品果苏园的精品水果 卖得更多 做得更好 2024年 我要把一条破损的 两公里长的通轴道路 彻底修好 也希望2024年 有更多的喜事 更多的笑容 能够在朋友圈分享给大家 多时频道记者 赫州上游报道 再来观众我们的 2024春运回家的行李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 除夕了 今天我们的记者 在南山火车站 遇到了不少旅客 看到他们的行李当中 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食品 看来他们又和家人 在这个春节 共同分享美食 分享爱 娟宇在浙江杭州读书 趁着寒假 他和父母会一春 封城老家过年 在大包小包的行李当中 他特意带了一棵杭州 渔航特产 唐漆琵琵琶的树苗 他希望把远方的美味 带回老家 是琵琶树 是准备带到我阿姨家去种 看看能不能下半年种出琵琶来吃 琵琶是那边农民种的特色 就是让家里人以后尝一尝这个味道 因为江西很少买到琵琶 旅客夏先生的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 这次回家 他给妈妈准备了不少礼物 还特别精心挑选了多种美食 让妈妈每样都尝一尝 在阿姨老娘 老娘有九十六 我看你带的东西特别多 特意给老娘准备了一些什么 过年的什么火烧房的东西 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桃薯饼 还什么 电窝 这个东西多少 对对对 都是很适合老人 老姓 已经过了半年多没回去 老子 全家过年 有没有什么是他特别喜欢的 你专门给他准备 准备酒嘛 过宫酒嘛 他平时喜欢喝点的药酒 这个春节假期 胡女士带着爷爷奶奶去深圳过年 行李当中份量最重的 是一箱箱江西的水果 他说部分亲人虽然离开了江西区外地 但是这熟悉的味道 大家永远都不会忘 准备去深圳 我姑姑父在那边 给亲戚带的年货之类的 那边比较暖和嘛 然后带爷爷奶奶过去 准备了一些干男骑乘 算是就是家乡的一种回忆嘛 也是给他们带去一些温暖 家乡的温暖 火车站的后车大厅里 满是即将归家的喜悦 大大小小行囊中的种种美味 既是亲情又是牵挂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与生活同行和法治相伴 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民法典在身边 专业之间 这已经是民法典陪伴我们度过的第四个春节了 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春节期间 无论出行购物 还是聚会拜年 同样少不了民法典的帮助和提醒 从今天的除夕开始 我们都市现场特地邀请了法院的法官 为我们说一说过年当中涉及到的相关的法律知识 让大家知法 用法 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过年了 给孩子压岁钱是中国家庭的春节礼仪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红包的数额也不小 那这笔钱 父母能花吗 这个压岁钱虽然是由父母来监管 但是这个实际上所有权 我个人认为应当是归孩子的 因为是亲属啊 直接给孩子的一个争议 这个争议的行为是针对孩子的 那么这个所有权应当是孩子的 民法典规定 八岁以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八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8岁以上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孩子们可以把压岁钱 用在和自己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中 比如购买文具 书本等 但如果用于购买手机 电脑等金额较大的物品 还是要由家长同意 追认 否则购买行为会被认定为无效 在八岁以上的小孩 可能我们一般是要争取一些孩子的意见 但是如果是家里有些什么特殊的一些情况 父母作为一些款项 作为急救用也是可以的 在春节 不仅长辈会给孩子压岁钱 朋友之间也会通过红包的形式来互相表达祝福 可是你知道吗 微信红包和微信转账的法律性质是有区别的 不久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 借款纠纷案件 认定微信红包属于赠予 被赠予之意 如今微信的红包和转账功能 已经成为了好友之间的常见互动 尤其在节日期间更成为了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 虽然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刻意区分红包和转账 所设款项的性质 可一旦出现纠纷 明确这两者就显得尤为重要 你是想把这笔款是作为借款 而不是作为赠予的款项 那么说在你在转账的过程当中 在备注款项的时候 最好是备注清楚 这个款项是属于什么性质的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除夕送祝福 今天送给谁 中国邮政银行的网点遍布江西全省的各个乡镇 这次我们江西二套和中国邮政银行的工作人员 要把这新春的祝福送到美丽乡村 送给在外务工忙碌了一年 回到家乡的劳动者们 农历年28 平乡金开去福田镇的吉镇上张灯结彩 忙碌一年的在外务工人员 满在这一年的收获 在中国邮政银行网点大厅里兑现 我们中国邮政给你们送祝福来了 这个春年我们来贴一下吧 好 谢谢你们这职业务 熊平华是电力建设工作者 走南闯北的工作打拼多年 为家人打拼幸福 去年家里就建起了这栋三层的小洋楼 熊平华每年只有一年三节的时候 才有时间赶来与家人短暂团聚 家里的重担都交给了妻子黄和兰 幸福到我们家哦 家里的妻子也有一个好帮手 她是来自中国邮政银行 上立县福田镇营业所的熊战群经理 同样信任中国邮政银行的 还有一位在外务工人温美文 一副春联一份祝福 家里人听到熊战群的声音 都纷纷出来接福气贴春联 幸福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熊战群利用贡献时间和同事们把贴心服务 送进这些务工人员的家里 走访一下我们附近的叔叔阿姨 看他们有什么需求 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话 知道怎么操作嘛 老人家不懂的话 我们也要有一点耐心教一下人家 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都市频道记者评香报道 外婆香小炸菜脂油 加油 找到外婆香 好香啊 外婆香小炸菜脂油 小时候的菜油鲜 金龙鱼 龙腾盛世隐兴春 福星高涨 吉祥年 团聚时刻 叫吃黄上皇 黄上皇集团 恭祝全国人民 龙年大吉 知年俗 享年聚品年味 江都宝陪你一起 在江西 寻觅传统中国年 不孝安堂 保命一群 龙月万家 摩采不宝 招财劲宝 和加多宝 高液 把他们带联合了 好干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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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儿呢 今天可以回家过年了 哈 谢谢 等一下 冠言了,我去送你的年货 妈,我吃得很好 有肉有瘡 妈妈,放心吧 过年我会照顾自己的了 女妻,我回来了 小阿,你回来了 又长了一岁了 谢谢母亲 爸,妈,你们的外卖到了 过年好 二宝,你们过完了 按照回情,要有八角 爸,爸,阿老,爸 过年好 爸,妈,我再全力给你们快点喽 请不吝点赞 要知道,跪以砖 砖 更对证 书经建腰丸 砖要 砖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输经建腰丸 配方 砖注 药材 专选 工艺 砖精 成就了 书经建腰丸的 砖要 砖制 强筋骨 气疼痛 书经建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 陈里济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经常头晕 头痛 要清血 经常胸闷气短 要清血 用清血八胃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胃片 二百七十余年清血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血八胃片 助您 血液签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血 胸闷气短 要清血 清血八胃片 认准猛棋牌 每日营养 一瓶搞定 都市现场 由军阳六种坚果挂名播出 征服家人的胃 我用好厨艺 守护家人的肠胃 我用胃动力 军阳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坐坐操 畅销五十亿亭 值得信赖 军阳胃动力 稍后您将看到 明晚八点 省会南昌迎春烟花晚会正式上演 一江两岸餐饮住宿 预定火热 关注全省老旧小区改造 都市频道推出 干论我们群众拜时事 幸福生活有干劲特别节目 今天走进新鱼雨水华园小区 看这里如何改出新颜值 造出新品质 明天龙年的大年初一晚上八点 南昌将在干江之心老关州 举行迎春烟花晚会 主题是龙腾盛市花开满江 时长是32分钟 最佳的观赏点 莫过于是干江之心老关州的两岸 这不现在是烟花晚会还没有开始 但是一江两岸的住宿和餐饮的商家 就筹准了其中的商机 记者发现 从1月20号起 一江两岸酒店的大部分江景房基本订完 这些房间的特点就是能直观欣赏到 南昌一江两岸的美丽风景 火树银花的绚丽 现在的客房预定 就只有少量的房间可以订栏的 现在能够预定的量也就比较少了 就是总体的这个情况是比去年要更好一点 酒店方为了吸引游客 还安排了一系列的春节民族活动 可以让游客更了解南昌 爱上南昌 对于烟花的观赏区域 我们都在显要的位置去贴了一些警戒线 也方便大家安全地去观赏烟花 这边客房的楼层4到31楼 都可以去看到这个烟花晚会 我们是现场会有几十种 就是中华传统的名小吃 包括一些非宜的手工艺人 在现场去制作一些美味 除住宿之外 餐饮预定也是非常火爆 南昌市鸿骨滩区一家餐饮店 负责人李小美告诉记者 从1月中旬开始 就有外地游客打电话订餐 南昌烟花秀火遍全国 为欢迎远道而来的游客 他们店里推出了南昌特色菜 比如说南昌炒粉 瓦罐汤等多种美食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与贸易学院 博士周志斌表示 南昌烟花秀再次火热出圈 对南昌经济发展 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游客们在干江两岸 观看烟花的同时 也可能会选择 入住当地酒店 用餐购物等 从而增加了旅游业的收入 促进消费市场的进一步繁荣 其次也会进一步提升南昌的形象 吸引更多的关注 甚至投资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外婆乡小炸菜籽油 加油 找到外婆乡 好香啊 外婆乡小炸菜籽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龙鱼 要知道贵以砖 砖更对症 输筋剑腰丸 砖药专治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 对症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旅游出行好心情 遵守秩序 抢文明 有序排队不怕等 随身垃圾不乱扔 垃圾污染危害大 保护环境 保护环境靠大家 与止文明有修养 文明理由好风险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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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中奖的朋友是停 180都市现场6346 138都市现场4122 恭喜两位 每人获得手机一台 支持成为了我们今天的龙腾服乐新兴向龙活动的第一天的大奖得主 恭喜你们 那么希望接下来这份好运能够保持 我们也希望这份好运传递给更多更远的朋友 还没有参与的观众 请您赶紧拿起手机参与我们的活动 活动是连续9天 从今天大年三十到正位出发 每天送出两部手机 打开微信搜索都市现场 或者说此时此刻的扫描 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都市现场微信公众号 点击首页下方的送福菜单 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的页面当中 对话框输入送福两个汉字 进行发送 进入到我们的活动页面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龙年祭语 龙年祝福 想说的都可以在专栏当中进行许愿祈福 最后填上您的姓名 电话地址 将有机会免费获得 由中国电信定制的 真情二十大屏智能手机一台 赶紧发动身边的所有亲戚朋友 一起来参与 在这个大过年的时候 试试谁的手气会更好一些 一起参与到我们的龙腾浮月 欣欣向龙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大年三首除夕的都市现场 感谢您的关注 明年农历龙年